锦州战役期间,国军副司令张作相被俘,然而首长在得知之后却将他释放。 那么,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呢?张作相又是何许人也呢? 视频开始前,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。 张作相出生于辽宁省锦州的一个乡下,由于家里比较贫寒,小时候的张作相仅仅读过三年私塾。 好在他有一个名士里的母亲,从小母亲就教导张作相一定要忠孝两全,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,母亲的教育给张作相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 张作相长大之后跟随父亲一起干活,在耳濡目染之中学得了一身尼瓦匠的本领,不过好景不长,张作相因为一起意外犯下了案子,遭到当地官兵的追查。 为了抵抗官兵的抓捕,张作相一气之下决定揭竿而起,组织当地十余个同乡,成立了地方反抗势力,并自名为陆林武装。 在那个年代,像张作相这样的地方武装势力如同雨后春笋般争相涌现,张作相为了壮大队伍规模,决定投入另一个同乡的怀抱,对方正是张作霖。 有趣的是,在加入张作霖麾麾下之后不久,后者就遭到了当地官府的招安,就这样张作相摇身一变成为了清政府麾下的游击队长。 招安之后的张作霖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不断得到官府的提拔,官越做越大,张作相同样受益匪浅,个人地位也与日俱增。 某一天,张作相找到张作霖,希望能和对方成为霸子兄弟,没诚想对方爽快地表示同意,从此二人更加深入地绑定在了一起,张作相也成为了张作霖麾。 张作霖的二号人物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。 张作霖之所以对张作相十分信赖,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方身上超凡脱俗的个人品格。 张作相重视笑体,为人当正,并且没有政治野心,曾经多次婉拒张作霖的提拔,因此后者对其十分喜爱。 张作霖自从被清政府招安之后,参与过的最大一场军事行动莫过于大漠剿匪,盘踞在蒙古附近的匪帮实力相当不俗,曾经多次击败清朝的正规军, 对于张作霖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 起初在与匪帮交战的时候,张作霖也是处处受挫,没有占到半点便宜,这时张作相站出来进行陷阱,果不其然打败匪帮。 经过这件事之后,张作霖认识到张作相不仅品格优秀,而且还拥有不俗的军事才能,从此对其更加信赖。 在1924年爆发的第二次直凤战争中,张作相以第四军军长的身份进行参战,经过一番交战之后,双方死伤惨重,局势也开始变得胶着。 在这个紧要时刻,张作相忽然得知,吴佩福麾下的冯玉祥突然发动政变,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,张作相果断抓住机会,对吴军实现包围,为张作霖战胜曹无力下了汗马功劳。 张作霖在进入关内之后,对自己在东北的固有势力也非常重视,因此在东北驻扎的高级军官都是他的心腹,其中就包括张作相。 从1924年开始的七年时间里,张作相担任吉林省的省长,并主持地方的一切军事工作,那么张作相能出色完成这个任务吗? 国军副司令张作相在锦州战役中被我军抓获,首长得知后却下令立即释放。 事实证明,张作相没有辜负张作霖的信任, 他不仅是一个打仗的好手,在政治、军事方面也逐渐开始展露才华。 在张作相的管理之下,吉林先后通了几条重要铁路,另外还修建了吉林省的第一条柏油路,进一步方便了群众。 在教育领域,张作相成立了吉林省理大学,其本人亲任大学校长,从此开启了吉林省的高等教育先河。 对于盘踞在当地的一些土匪势力,张作相也是积极予以清缴,并且对财政税收大力进行整顿,几乎每年都会实现新的突破。 虽然张作相对发展经济十分重视,但是他的内心始终有一个不可触碰的底线,那就是杜绝以鸦片为首的各类毒品。 对于当地种植鸦片的人,张作相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抓捕城市,并且手段向来雷厉风行,这在军阀中是十分罕见的。 众所周知,张作霖一直想将自己的长子张学良作为继任者进行栽培,让其继承自己的家业。 张作相对此也心知肚明,他为了感谢张作霖的知遇之恩,将张学良作为自己的少主进行对待,在生活和工作中给予对方无微不至的照顾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张学良在讲武堂读书,尚且没有毕业的时候,张作相就将其带在自己身旁,并将其提拔为第二团的团长,这在他这里是绝无仅有的待遇。 在张学良正是从讲武堂毕业之后,张作相就很实大体地辞去自己的职务,让张学良接替自己成为卫队的旅长,就这样张学良以极高的起点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。 1921年,张学良接到父亲张作霖的命令,前去日本进行观摩,这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前往海外,而跟随他出行的就是张作相。 在那个豪强并起的时代,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,1928年,张作霖在黄孤屯事件中不幸遇难,他的死亡对凤细军而言是一个无比沉痛的打击,一时间群龙无首。 按照传统,作为长子的张学良应当继承父亲的位置,然而他的部队都布置在山海关,而且自身名望也不足以号令各大将领。 在当时看来,能力出众拥有极高名望的张作相更有资格掌管缝隙军团,在之后的选举中他也不出所料地成为最终的获胜者。 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,张作相居然拒绝出任,反而将位置让给了张学良。 张学良起初并没有应允,并将帅印交给了张作相,不料被对方第一时间予以退还。 张作相表示,既然老帅已经去世,作为长子的学良理所当然的应当此成父业,并称自己会尽全力进行辅佐。 在成功说服张学良就任之后,张作相还将将领们聚集起来,对其敦敦教导,要肯定张学良的领导地位,并安心进行辅佐。 不过在私底下,为了让对方尽快成长起来,张作相也时不时对张学良进行施压,称假如有将领们不服从命令,尽管可以用军法进行惩戒。 但是,假如张学良不好好干的话,自己也会尽到一个叔叔的职责,私下里打对方耳光。 就这样,在张作相的支持下,张学良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东北地区的最高权力,成为了奉系军团的当家人。 1930年,张学良率领自己的主力部队进关,张作相负责留守在了东北,负责为张学良守护大后方,掌管东北的一切职务。 918事变爆发之后,张作相在忙着为父亲料理后事期间,让西洽代替自己执行军务,不料对方转眼选择了背叛,投进了日本的怀抱。 张作相对此感到十分愤怒,但是事态已经无法挽回,他本人也无言在面对父老乡亲选择退出政界,来到天津隐居起来。 不过随着张学良在西安动作频频,张作相预料要出大乱子,果不其然,不久后就爆发了震惊世人的西安事变,那么张作相对此会作何反应呢? 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? 锦州战役后,国军副司令张作相被俘,我军上吉德之后却下令将其释放。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,张作相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,托人找到侄子张学良,并建议千万不要杀害蒋介石,否则的话就会爆发新一轮内战。 之后,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来到了南京,张作相听闻之后格外愤怒,称自己侄子中了对方的陷阱。 在抗战胜利之后,张作相在一场宴会上对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请求,称学良已经自我反省了九年,希望能让他带自立功并帮助收回东北地区的主权。 对于张作相的请求,蒋介石并没有答应,之后张作相又多次向对方提出,但是最终都杳无音讯。 时间来到1948年,面对解放军凶猛的攻势,蒋介石逐渐感到力不从心,尤其在东北地区更是全面处于下风,因此不得不决定启用张作相并提拔为东北交总的副总司令。 有趣的是,这个头衔并没有得到张作相本人的认同,他言辞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。 但蒋介石还是强行将这个名头安在了张作相身上,因为锦州失守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,提拔张作相无非是为了收买人心,最后再冲一波。 然而事与愿违,蒋介石的溃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他为了保命也不得不退回到台湾。 临别之前,蒋介石表示如果张作相想跟随自己离开的话,会专门为其准备前往台湾的飞机。 不过张作相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方,而且还绝不允许自己的家人乘坐这般飞机。 就这样,张作相以国民党虚实的身份留在了自己位于锦州的老家,也因此后来被解放军抓了过来。 然而解放军将领在得知张作相的真实身份之后,连忙将其进行释放,并对此事进行道歉。 张作相对此十分豁达,认为没有什么,也没有进行计较,对他而言能够亲眼看到国民党被赶出东北,内心就已经十分欣慰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张作相的爱国热忱从一开始就没有消失,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,他就鼓励自己的儿子张严书不要置身事外,而是站出来勇敢保卫自己的祖国。 之后,张严书在父亲的授意下,置身来到了延安,选择投入共产党的怀抱,从此开始进行抗日。 因为根据他自己多年的观察,以及个人体会,国民党无法担当起国家的未来,国民党的本质也不是为人民谋幸福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也无法率领大家走向自由民主。 只有共产党才能和大家一同走到幸福的彼岸,因此张作相才会让自己的儿子选择加入,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。 其实在抗日战争爆发以来,即便张作相选择退出政坛,但是他本人依旧拥有较大的影响力,在当地掌握一定的话语权。 为此,日本侵略者曾经不止一次找到张作相,希望对方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,但是都遭到张作相的拒绝。 1949年,张作相去世,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调研会,称国家和民族会永远记得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先生。